撞 依然可以把对方撞去 到了我们看孙璐唐的讲述中 两仪式跟三才式明明是一样的照片 为什么会孤立出来呢 如果我们看文字大家就会理解 孙璐唐如何定义两仪的呢 他在书中写道 两仪者全树中动静伸缩往来之里也 实际上是指的一个动态过程 形容两手如丝棉 它跟三体式的区别在于三体式是一个静态了 两仪式一个运动过程中的 但是呢在两仪式和三体式之间 很多人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没有练功 什么叫没有练功 我们通过一个动作配合来进行演示 对方顶住我 那么我为了要从太极式过渡的两仪式 甚至三体式 那么我缓缓撕开 为什么要撕眠 要克服对方的力量 对方顶住 你出不去就不对 这就是你没有练习行一拳身体的身法 而实际上它顶住我之后 我们依然是通过继续下沉 依然可以把对方的力量破解开 即使是它用两个手臂 弓部站好 撑住 那么我们依然要用我们的装弓 把对方克制出去 克制开对方的阻力 加微信 使用行一的拼音 获取行一拳 公益教学 如果你的腿迈不出去 那么你的装站的就是错的 怎么迈出去呢 需要你按照装弓的要求 这就迈出去了 把对方顶出去了 慢慢的就拉开 拉成了三体式再做一遍 对方撑住 实际上我们产生了一个角度的变化 只不过看不出来而已 抬腿是迈不出去的 怎么办呢 身体下沉改变角度 这个时候就迈出来了 这些动作有什么用呢 很多朋友会说 其实作用很大 例如当我们两个人接触上推手过程中 我就遇到对方阻力了 对方肯定不会让你使劲的 但你的腿依然可以往前迈 依然能够把对方放出去 包括在击打过程中 那么我进攻对方 从对方压住之后 我们腿往前撞 依然可以把对方撞出去 这个力量都是非常的巨大 所以这就是我们蕴含在太极 从两仪式过渡到三体式的过程中 身体蕴含着一个爆炸的能量 所以你真正练拳的人 应该是每个环节都是有力量的 这而不是像照片一样 很多人这样做 你根本出不去你信不信 找个人堵住你的手 堵住你的腿 你根本出不去 那么你整个过程都没有做到 你在实战中 包括养生中 肯定起不到相样的效果 所以你只有身上练出来的功夫 你才能够理解 孙禄唐老前辈在写书中 包括上面写的缓缓拉开 缓缓展开 两手如丝眠的这个含义 加微信使用行义的拼音 获取行义权公义教学